下一題就是要用到我們跟各位講的那個 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波 前進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是個政府 原來是A圖 經過0.1秒之後變成B圖 請問你 來 30公分 圖上面30公分是1.5個波長 你有看出來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一個波長是多少 20公分 所以選項B是錯的 OK 然後 0.1秒兩個波對不對 從A圖到B圖就是0.1秒 0.1秒兩個波 那表示1秒幾個波 20個波 1秒20個波告訴我什麼 頻率 所以 頻率就是20 所以選項數也是錯的 所以選項數也是錯的 那 頻率波長是20 頻率也是20 那麼我們就可以算什麼 波數嘛 V等於F乘以Lambda 算出來呢 就是每秒400公分嘛 所以A也是錯的 然後呢 頻率跟週期互為倒數 所以你知道了 頻率就會倒過來就變成週期嘛 對不對 就會知道 那我們現在換一種方法做 解決理化問題的方法通常都不只一種 你要挑一種你看得懂的你明白的你知道怎麼回事的來學它 不要挑那個你覺得比較快的那種方法 那不重要 一個週期產生一個全波前進一個波長 0.1秒產生兩個全波 表示什麼意思 經過兩個週期啊 那0.1秒是兩個週期 他運輸是多少 0.05啊 對不起 對0.05啊 所以我們答案選誰 選C啊 所以答案選C OK 好 了解以後 來這個 這跟我們前面那個練習0是相似的 這是一個照相機咔嚓拍一張下來 繩子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高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然後就巴拉巴拉巴拉問這個問題 請問你他的敘述誰是錯的 然後告訴你P到R P跑到R要0.05秒 啊 請問怎樣 這邊的一些解法 跟剛剛前面那個練習0是吧 我應該沒有記錯 跟前面的練習0是相似的 OK 誰的敘述是錯的 哪個敘述是不對的 P到R走了幾公分 然後花了0.05秒 表示你可以算什麼 圖形是橫坐標是公分 重坐標也公分 你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就往裡面代公式 巴巴巴巴打就出來了 帥哥美女 請問誰是錯的 好 32號 提 誰是錯的 C C 請說 你選了C是錯的 來 你第一個看高低看到政府幾公分 2公分 你可以看到波長 波峰到波峰 波古到波古 同樣位置到同樣位置 20 選項A對 P到R有四分之一個波長 P到Q有四分之六個波長 所以呢 P到Q需要六倍的時間 因為你長度要六倍嘛 那0.05秒乘以六倍是多少 0.15秒 所以C是對的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未來算出波數 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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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到R 走幾公分 然後 你也可以從P到R走幾公分 然後算一算 然後算一算呢 頻率 波長算出來是每秒200公分 所以 豬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這就是 基本上 這一題 就是要用到 我跟你講的 請你記住的事情 震動一次 就是 產生一個全波 歷史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 政府 哪來弄 那有些東西 可以從別的方法做 也OK 沒有關係 我講過了 挑一個你懂的方法學 你知道什麼方法 會學 不要挑那個感覺 會比較快的方法學 那個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懂 你要明白 OK嗎 OK 請寫課行練習